詐騙集團 我跟你說 你眼睛皮就疲得比較快 晚上如果怕跪 有一天你會去嘟到跪 我跟你說 你吃什麼黑心錢 你放出來是黑心的血 修惠姐不忍了 開記者會怒批詐騙集團太猖狂 你已經寄生在我的身上 已經是寄生蟲了 你已經像細菌一樣無孔不入了 我每天的直播 每天11點半我都會直播 他們每一天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就更新什麼 拿出自家肥皂跟冒牌產品比一比 包裝有些不同 但楊秀惠前腳才剛跟粉絲交代 如何避免 後腳詐騙集團也跟著換包裝 還有自稱秀惠姐的粉絲團 開頭先自清說 藍勾勾才是真的 提醒大家近期有很多詐騙集團冒充 一定要小心 接著畫風一轉 要粉絲私訊訂購贈品 這下反過來教大家 怎麼辨識企圖以假亂真 反正他只要拿到我的照片 他就可以去合成 所以我現在拍照我不敢手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手這樣子他們會放一個他們的產品 照片被冒用 甚至拿去賣藥 粉絲詢問真偉的電話也接到手軟 楊秀惠訴諸警察 但處理方式他很不滿 對這個社會真的很失望 已經教你這麼多的抓他的方式了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不做 黑貓在這邊把錢拿去給誰 匯到哪個戶頭 這不能查嗎 你們是警察 要粉絲眼睛睜大 要詐騙眼睛放亮些 楊秀惠直呼 每天都活在恐懼中 跟假楊秀惠來回交戰 行李交瘁 三日新聞 孟國華林區 特別講不懂